那我阿弥陀佛 那我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阿弥陀佛 各位年友请合掌 那我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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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本愿法 八千万劫难遭遇 八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弥陀真实义 愿解弥陀真实义 本字慌丈,各位法师慈悲 各位年友 那我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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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放獎,我們接著上一節課下品下新之心意的內容 有很多人喜歡縱經燒業障 當然縱經能夠燒業障 但是如果和練佛相比,縱經所燒的業障 就好像營火蟲的光明一樣 而練佛所燒的業障就好像太陽的光明一樣 怎樣能夠比呢?不能夠比的 觀經講下品上生的眾生 聞大乘十二部經典首題名字 這是代表縱經的法門 這樣所燒除的是一千劫極重的罪業 而下品下生的眾生念一聲佛 滅了八十億劫生死之罪 從行法的難儀和效果的勝略來說的話 都無法相比的 一者,縱經難,念佛異 二者,縱經滅罪,遠遠不如念佛 可以說縱經滅罪劣,念佛滅罪勝 縱一部地藏經,至少一個半小時 除一千劫罪,要以一個半小時來念佛 大約是念六千聲佛 滅四十萬億劫罪 這樣比你,念佛滅罪的功效 是縱地藏經的,四百八十億倍 這個還只是說數量 其實這裡說的不僅是數量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了生死 縱經說除極重惡業 念佛說除生死之罪 很顯然,縱經雖然也能夠除罪 但是不能夠了生死 念佛既能夠除生死罪 也自然能夠了生死 也即能消生死輪迴的罪業 不再生死輪迴 而且決定可以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不論是從燒業杖了生死 往生淨土來說 縱經都不如念佛 持咒也不如念佛 沒有給得上念佛的 所以善道大師 在觀經書就說了 至於忠幸,雖明是善 若比念佛者,全非比較也 接下來經文就說 命中之時,見金蓮花 又如一論,諸其人前 這幾段經文是說 這個下品下身根基的人 他練了十句南無阿彌陀佛 就斷氣了 斷氣的時候 他看到一朵金色的大蓮花 非常清楚明亮 好像圓滿光輝的太陽一樣 金光閃閃地顯現在他的面前 要迎接他 善道大師在觀經書就解釋說了 臨終正念,即有金花來應 可以說 不論何人,何時,何處何緣 只要念佛 佛職民聲,救苦應聲而言 如果臨終念佛 那正好夢佛來迎,往生極樂 接著來經文說 如一念佛,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意思是說,在一拆羅之間 當下就坐著這一朵金蓮花 往生了 往生到哪裡呢? 往生到極樂世界 各位年友,殊勝不殊勝啊? 難得不難得啊? 難得不難得啊? 真是不可思議 真是令難以相信的 為什麼呢? 一個人生當中無惡不作 無作不惡的五億十惡罪人 地獄之火已經燃燒到他的面前了 因為善事實來對他的安慰 和他講迷陀的救度 在他將斷氣的時候 他清定了十聲的南無阿彌陀佛 立即火焰化紅蓮 就坐著這裡的金蓮花 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了 太殊勝太不可思議了 太令人難以相信了 對嗎? 但是 這個是釋迦牟尼佛 親口所說的 而彌陀化身的善道大師 在《觀經書》也解釋說 忽異往生善知識 急勸專稱彼佛明 化佛菩薩尋聲道 《一念傾心入寶念》 又在《波洲站》說 《磅法展題行十惡》 回心念佛罪皆除 又在《法事站》說 《以佛願力》 《五逆十惡罪滅得生》 《磅法展題回心皆往》 這個不單止是經典 祖師的法語都有這樣的說明 我們所編的《念佛感應錄》 也收錄了很多平常是沒有念佛 《一生屠殺雞鴨》 臨終痛苦現前 這個時候在《念佛感應錄》中 面貌端正長和身體柔軟 很神聖莊嚴的往生的例子 這個在《念佛感應錄》就收錄了很多 在《下品下生》這個短短的經文當中 《念佛的念》總共出現在五個地方 有六個念字 這些地方都是關鍵的地方 第一個地方是 《遺說妙法,教令念佛》 第二個地方是 《被人苦逼,不忘念佛》 第三個地方是 《如日不能念給佛者,清清無量受佛》 以上這三個念是屬於二頁 也是指心中思維 阿彌陀佛的救度功德 一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所以這三個地方的念 和後面的三個念 雖然是一樣 但涵意是大有不同的 第四個地方是 《令聲不絕,聚足十念》 第五個地方是 《清佛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 叫生死之罪 在這裡,聚足十念的念 和念念中的念 不是屬於異頁 而是屬於口頁 是口中稱南無阿彌陀佛的清念 不是異頁思維益持的益念 這裡看經文是很明白的 經文說 之所以在這個地方 要這樣有刺帝 而詳細來分別 這個念字的異頁 是因為觀經在下品下生的地方 標舉口頁的清明念佛 是有其甚深的內涵的 對我們靜土中來說 更有其根本的意義 但是一般人大都是依文解義 依語不依義 沒有去探討經文背後更深講的內容 結果對我們念佛人 密切關係的殊聖教理 就被遺漏了 是不是很可惜呢 以上就是文智尼 蕭文 接下來就要發揮觀經 下品下生之心意 既然是心意 顯示意義內涵 非常的深講 而優緣 不是略舉幾點就可以說明的 在這裏 我歸納出三十點 並加以解釋 同時也都引用 經、論、式當中 相關的法語來作為助證的 請看廣告第一點 顯第十八願之切我得佛 穩陷 救度十樂五逆 磅發展堤之悲願 第十八願是正土中 開宗立教的根本 正土中建立在第十八願之上 第十八願是阿彌陀佛的生命 也都是念佛人的生命 第十八願是往生的正定業 往生彌陀正土的功德之良 都在這個願裏面 第十八願的功德功能力用 含蓋三藏十二步 含蓋十方三世佛 含蓋一切諸菩薩 含蓋八萬諸聖教 含蓋十方三世佛 含蓋三保之所有功德 第十八願無不具足 無有遺留 對於正土中和念佛人來說 第十八願的價值和重要 是根本性的絕對性的 是不可或缺無可替代的 有此願則有正土中 無此願則無正土中 以此願則往生決定 不以此願則往生不定 第十八願這麼重要 這樣他的解釋必須正確明白 不容有詩號的錯誤 悔劫 經文如果有佛的解釋 而且能夠被人一目了然 以辭而記 所謂以經解經 以佛說解釋佛說 這樣後人的解釋可有可無 甚至不需要後人或蛇添足 增加奇異 觀經夏品夏生的經文 正在於解釋第十八願 正土中祖師相從龍樹菩薩 夏至道卓善道 都是以夏品夏生解釋第十八願的 在這裏要探討 夏品夏生的心意的時候 正可以以夏品夏生 來展示第十八願的深港內涵 有文化的人 記憶力好的人 可以將第十八願的願文背下來 涵泳在心中 所謂書讀八片奇異自然 經文涵泳久了 只能夠領略到它的意義 請我們大家合掌 我們來公眾一篇 第十八願的願文 請我得佛 是我得我 十方眾生 十方眾生 自心信樂 自信信樂 欲生我覺 必生我覺 乃至十念 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 不取正覺 為取五逆 為取五逆 誹謗正法 誹謗正法 請放掌 首先 第十八願 阿彌陀佛法願所講的 切我得佛 之佛 到底是怎樣的一尊佛呢 其佛心 佛力的範圍又怎樣呢 我們來看無量壽經 無量壽經對阿彌陀佛 沒有極限的悲心願力 已經有了 握要的說明 我們來念幾段 譬如說 吾世得佛 普行此願 一切恐懼為作大案 又說 令我於世促盛正覺 不諸生死 勤苦之本 又說 令我作佛各土第一 我當民愛 道脫一切 又說 我見超世願 必至無上道 思願不滿足 誓不成等覺 又說 消除三救命 港制眾握難 閉塞諸惡道 通達善趣門 又說 為眾開法狀 港師功得寶 常於大眾中 說法師自孝 又說 必得超絕去 往生安樂覺 橫折五惡趣 惡趣自然閉 而在《平等覺經》也說 《佛人勤苦生死根本》 《適令如佛》 又在《莊嚴經》也說 《輪回諸趣眾生類》 《畜生我察受安樂》 《常運慈心不有情》 《道盡阿備苦眾生》 《三惡道中》 《地獄惡鬼畜生》 《佳生我察受我法化》 《不苟適勝佛》 《余來匯》也說 《深惑不堪常行思》 《港制貧窮免諸苦》 《利益世間使安樂》 《不勝救世知法王》 《觀經》也說 《佛心者大慈悲時》 《以無緣慈攝諸眾生》 《以上這些經文》 《很顯淺》 《幾乎一看就能夠明白》 《這些經文》 《在在表明阿彌陀佛的悲心願力》 《是沒有極限的》 《即使十惡五逆磅法展題之阿備地獄的眾生》 《阿彌陀佛》也主動平等地加以救度 《顯示進十方法界所有任何眾生》 《無不在阿彌陀佛的救度之列》 《這些經文》 《給所有修行人》 《念佛人》 《絕對的安心無窮的希望》 但是 第十八願 最後的兩句 《遺除五逆》 《誹謗政法》的彈書 也就是例外條款 有這兩句 如果只是粗體這兩句 沒有融會其他的經文 那就很難令人不生疑惑 以為阿彌陀佛悲心虛講 而不夠逆綁眾生 如果這樣解釋的話 那就根本性的誤解了 阿彌陀佛的悲願 反而使自己真正地陷入磅法的危機 但是如果以觀經 夏品夏生的經文 和第十八願的願文相對照 以夏品夏生的經文 來解釋第十八願 這樣 第十八願 最後兩句所講的 《遺除五逆》 《誹謗政法》 這兩句經文當下活躍起來了 被人豁然領解 這兩句願文 穩陷著阿彌陀佛的心慈大悲 穩陷著阿彌陀佛對十方眾生的勢力考量 由夏品夏生的經文可以知道 阿彌陀佛的愛心是沒有極限的 這兩句絕對 《救到五逆》 《磅法展題》 這樣的極惡罪人 極苦眾生 需要有無限的愛心 和絕對的力量 有愛沒有力 故意不能救 有力沒有愛也不會救 由夏品夏生的經文 我們知道阿彌陀佛救渡了五逆十惡 甚至磅法展題的眾生 正顯示阿彌陀佛有這個愛心 有這樣的力量 而且愛心無限 力量絕對的 有一部經叫做《悲花經》 《悲花經》裡有一段法語 看來是令我們觸目驚心的 這個法語是怎樣說的呢? 請大家詳細地去聽 是一千四佛所放寫者 所謂眾生厚重煩惱 尊行樂業 如是眾生 諸佛世界 所不用受 如是眾生 斷諸善根 離善知識 常懷親衛 皆識充滿疏婆世界 適時拖荒諸佛世界 之所殯氣 以重業故 這段經文很短 但對我來說是很恐怖的 亦讓我們想到 原來娑婆世界的 俗樂眾生 是被遷佛所捨棄的 是被遷佛所捨棄 意味著被諸佛所捨棄 各位蓮友 我們有無貪真癡的心 有 我們親心重不重 重 那怎樣算 要盡量的 降伏其心 謙卑柔和 同時 要所謂的 念念相逐 就是尊稱佛名 念念相逐 世不此生 無有退轉 才能夠無受 彌陀救度 往生極樂 不但能夠脫離 娑婆六道輪迴 而且還能夠 廣道眾生 若論諸佛 都具足大慈大悲 都以 講法四弘 誓願為本質 才能夠成佛 絕對不可能捨棄眾生 這裏所講的 這裏所講的捨棄 意思是指 五族 惡勢的眾生 煩惱厚重 聚焦甚深 深到諸佛不能夠救 只好暫捨 非永捨 一旦諸佛有力量 能夠救度的時候 自然就會前來救度 然而這個亦都顯示出此事此地 我等娑婆俗樂的眾生 的唯一救主 除了彌陀一佛 便無二佛三佛 這個正彰顯阿彌陀佛的佛心佛力 能夠救度易綁展體的極樂眾生 阿彌陀佛有救度易綁展體的悲心和怨力 所以善道大師解釋說 以佛怨力五逆十惡 罪滅得生 磅發展體回心皆往 接下來我們看廣告第二點 顯帝十八願之十方眾生 包含十惡五逆 磅發展體之眾生 第十八願顯示阿彌陀佛 要救度的對象是十方眾生 十方就是一齊 所有的意思 在這裏是犯子除了佛以外的九法界 聲凡善惡凡夫 這裏是十方眾生之語 在第十八願成就文 也解釋為諸有眾生 如果以諸有眾生來說 是唯有指三界六道的善惡凡夫 並不是指三界外的聖人 所謂諸有就是種種有 是指二十五界的眾生 在法花文句就解釋說 諸有者 二十五有之生處也 生死輪迴之迷界眾生 分為二十五種 有因必有果 因果不莫 故稱為有 意思就是二十五種 三界六道的善惡凡夫 包含四惡趣四周六欲天 四禅天 四空天大凡天 無想天淨居天 由以上可以知道 十方眾生這四個字 有兩個意義 一就是一切五成齊入 彰顯第十八願所要救度的根基 也是對象 是五成九法界的眾生 也即人、天、聲文、玄閣等 包含阿修羅 地獄惡鬼畜生 善露大師在觀經塑 一個願意奮講 正由託佛願以作強緣 至使五成齊入 所以第十八願的 念佛這一個法門 是五成齊入的門戶 而諸有 也就是本為凡夫 兼為聖人 張顯本為凡夫 兼為聖人 也就是根本上 是為救度善惡凡夫 而同時又兼為 聖民、圓國、菩薩等聖者 諸後眾生這句話 所指的主要是凡夫 而非聖人 所以這句話 突顯出 凡夫為本之義 由上可以知道 十方眾生是五成齊入 是本為凡夫 兼為聖人之義 凡夫之中有善有惡 惡中之極 就是逆綁展題的眾生 而由下品下生的事證 明知彌陀的救度 包括一生造惡的根基 而且極惡如逆綁展題的眾生 亦都加以救度 這個被一切善惡凡夫無盡的安慰 因為如果逆綁展題 都能夠蒙佛救度 脫離阿備地獄 往生極樂淨土 這樣有誰不能往生呢? 人人都能夠蒙佛救度 人人都往生有份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這一點如果不加以恩別顯明 就不知道 彌陀的大悲救度 有沒有包含我呢? 我有沒有份呢? 所以說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他的重要性關係到 正道中建立的根本精神 所以不可以不加以重視 不可以不加以明確判定 否則正道中普道萬機 易行安樂的特色 就不能夠彰顯了 我等逐惡凡夫的解脫 就沒有門路了 而佛教大慈大悲 不苦與樂的精神 也都蕩然無存 正道中祖師之一的道卓大師 也都根據下品下身的經文內涵 解釋第十八願而說 若有眾生 眾令一生做我 臨命忠時 十念相逐 清我明治 若不生者 不取正國 這段法語也都叫做 本願取義文 是杜卓大師的本願式 亦都是本願式中的楷模 是非常有名 非常重要的 凡是言修正土教理 尤其是念佛的人 亦都盡可能這樣背重在心 咸詠其義 杜卓大師根據下品下身的佛說內容 解釋十方眾生 而說眾令一生做我 這種解釋 由於平地一聲雷 陷動人心 由於長野一道光 劃破無名 令人興奮 令人歡喜 令人踴躍 令人讚嘆 令人歡呼 我已得救 我已得救 正如花鹽經所說的 我今大歡喜 自知當作佛 眾令一生做我 這六個字 第十八願 雖無其文 而有其義 因為願文的十方眾生之語 粗體就不知道何等眾生 杜卓大師透過觀經 心之奇異說的 眾令一生做惡之機 因為 彌陀大悲於苦者 心偏敏念 常沒眾生之故 由於 力水之人 急需偏舊 岸上之人 可以放心 所以 十方眾生之中 有煩 有聖 以煩為本 聖人為婆 凡夫之中 有善有惡 惡機為本 善機為婆 我人之中 平生之機 尚有愈法得救之緣 唯獨臨終之機 已無其他方便 如果 沒有彌陀願力的救度 將見當下 直入地獄 所以 彌陀大悲 得連臨終惡機 無他方便 接輩 所以說 臨命終時 同時以 中令兩治 包含一生行善之機 這樣的話 所有一切眾生 上至上上品的大乘善機 下至下品的五逆惡機 都不留於彌陀救度 如果沒有道卓大師的取義之文 這樣彌陀悲願 有隱而不張之陷 而造惡之機 亦都沒有陪心皆旺之道 而今 道卓大師 為天下後世 彰顯彌陀願王 萬機不漏 平等普際的本願心意 令人感何 謝謝 又乃至十念 時人多解釋為 觀念 意念之念 失去了以行之所以意的本懷 違背了彌陀五劫思維的本願 道卓大師 苟靜之解釋為 十念相逐 清我命至 以清來解釋念 彰顯 彌陀之本意 顯異行之至極 經文的意義 由知而此顯明 到了善道大師 則 直接以 夏至十聲 清我命號來取義 可以講 詩之的解釋 通切佛義 朗照古今 短命 臨終十聲 清明的根基 既然能夠往生 那麼長命 平生相逐念佛的根基 往生更能夠決定了 由地獄相宴 必墮無間的臨終惡基的十念往生 不是這個惡基本身的力 這個惡基一生只知道做惡 不知道修行 這個乃是彌陀功德力用 顯現於臨終惡基之上 這個惡基就以十念 流露其回心歸命 恩切望救的心 當然 如果命速一息臨不及十念 這樣五念三念 乃至一念 亦都必往生 第十八願成就文就講了 乃至一念即得往生 善道大師在往生來讚 也都解釋講 下至十聲乃至一聲一念等 必得往生 因為往生之功 在彌陀危危的本願力 不在於俗惡不善的凡夫身 所以不問善機惡機 平生臨終 但念佛明 皆得往生 不單止道卓大師 以忠令一生造惡 臨終十年 來解釋十方眾生乃至十年 數有百宗共祖的尊號的龍樹菩薩 也都在他的靜老宗大著 就是異行品 解釋阿彌陀佛根本大願的 第十八願講 阿彌陀佛本願如是 若人念我 清明自貴 即入必定 得阿努多羅三秒三菩提 這段法語 是龍樹菩薩 有名的本願取義文 也是龍樹菩薩本願式 第十八願的十方眾生 龍樹菩薩解釋為 若人兩個字 是顯示人道之人 既然是指人道之人 就是含蓋著善人、惡人 平生臨終 乃至十念之念 龍樹菩薩解釋為清明 欲生我覺 龍樹菩薩解釋為自貴 也都是以清明自貴 顯示念我這兩個字 這個念我 就是信受彌陀救度的意思 若不生者不取正覺 龍樹菩薩解釋為即入必定 因為阿彌陀佛已經成佛之故 由龍樹菩薩的本願式 就可以知道不論何人 但能清明自貴 則即入必定 也就是當下已經獲得了 必定往生的身份 已經獲得了不退轉的菩薩果位 那龍樹菩薩本願式 也都是正土宗 本願清明 凡夫入部 平生業成 現身不退的特色的理論根據之一 所謂大度至簡 正土法門 方法簡易輕鬆 只要清明自貴 而效果是立即 而且是超絕的 所謂即入必定 所以在之前 龍樹菩薩就先以解重宣言 若人欲疾志 不退轉地者 應以恭敬心 執持清明號 因此 龍樹菩薩形容 正土宗念法法門 是異行道 如同乘船則樂 可以知道正土宗是異行道 安樂的法門 亦都是平生業成 現身不退的 殊勝超絕的法門 請再看廣告第三點 顯第十八願之乃至十念 知十念 即是臨終之十聲清明念佛 第十八願語文之中的 至深信樂 欲生我覺乃至十念 這三句十二個字 亦都是靜佬中的基礎之一 重要可以知 尤其乃至十念四個字 是往生的正念業 對念佛往生的人有絕對性的重要 因此對這四個字的解釋 必須正確 不容有絲毫的錯解 下品下身的經文 對乃至十念有這樣的解釋 如是至深 令聲不絕 聚足十念 上下二文一比對 就不是顯示第十八願所講的 乃至十念 就是口業的清念 而且是專稱 南無阿彌陀佛的佛名 不是清念其他的諸佛菩薩 文字兩兩對照幾乎都是一致的 內容也是兩兩對照 內容亦彼此相吻合 隨朝以來有些大德 依自己中門的教理思想 來解釋正祖宗或者解釋第十八願 這樣又難免偏離了正祖宗的宗旨和特色 亦都錯解了第十八願的真正義涵 譬如有人引用阿含經的十念來解釋 哪一十念呢 一念佛 二念法 三念正 四念戒 五念思 六念天 七念休息 八念安波 九念身非常 十念死 以這十種念來解釋第十八願的乃至十念 是封馬牛不相及的 很明顯的 這十種念和這裏所講的 具足十念 清南無阿彌陀佛 是封馬牛不相及的 和正祖法門也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 以阿含經的十念來解釋第十八願的乃至十念 是徹徹底底的錯誤 另外 也有人引用 尼拉菩薩所聞經的十種慈悲心來解釋乃至十念 也是錯誤的 和第十八願的乃至十念也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為什麼他們的解釋會不正確呢 根本原因在於他們沒有用純正的淨土經論來解釋淨土經典 淨土中的教義 唯有以純正的淨土經論來解釋 真正的意涵才能夠顯示出來 所以 如果以他中的經典教理 來解釋淨土中的經論 那一定會偏差 所謂差之後離 謀而千里 洗練佛人無法正確理解 彌陀願力慈悲的救度 失去了往生成佛的真實帶利 現在我們以淨土的經論 來解釋淨土中的經文 用經文 對照經文 比如說剛才所講的 下品下身經文所講的 如是至心令聲不絕 聚足十念 來看第十八願所講的 至心信樂 欲生我覺乃至十念 當下就一目了然 知道這裏所講的十念 就是十聲南無阿彌陀佛 是指口葉的清明念佛 同時除了不是其他的十種念佛之外 也不是四種念佛當中的其他三種念佛 四種念佛是指實相念佛 冠想念佛 觀象念佛 和清明念佛 正路中所講的是指清明念佛 為何彌陀的救度 是要眾生清明念佛呢 因為如果是其他的三種念佛 不單止是下品下身的根基做不到 我們也做不到 而彌陀大慈大悲 就是要給我們輪迴的 所有苦怒眾生 都能夠在今生今世 乃至現在就往生有份 往生一定都能夠安心歡喜 安住在念佛當中 而不會有所退轉或者改變 也就是要我們知道 往生結落世界是容易的 連我們這樣煩惱強盛 業障深重的愚人罪人也都有份 而且今生現在 就能夠確定往生有份 如果第十八願的乃至十念 不是清明念佛 而是阿吾經所講的十念 或者彌陀菩薩所問經 所講的十種慈悲心的話 我們在場絕大部分的人 包括我 就往生沒有份 這樣這個法門和我們就沒有關係 因為這樣一來 靜祖宗就稱為自力修行的法門 而不是佛力救度的法門 亦都顯示阿彌陀佛不是大慈大悲 大怨大力 他的愛心是有限力量不夠 因為他不能夠救度我們 他所救度的 是能夠做得到阿吾經所講的十念的人 或者是能夠做到 彌陀菩薩所問經所講的十種慈悲心的人 同樣的 如果十念念佛 不是清明念佛 而是實相念佛 或者是 觀想念佛 觀象念佛的話 這樣我們同樣也不能夠往生 因為我們也做不到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也不能夠顯現出 阿彌陀佛的大慈大悲 大怨大力 唯有乃至十念 是清明念佛 才能夠顯出阿彌陀佛是大慈大悲 大怨大力 能夠救到我們 令我們往生有份 即使是五逆十惡 具諸不善 罪孽深重的凡夫 亦都能夠口稱佛明 亦都能夠往生 何況是我們 何況是十方所有一切 聖凡善惡眾生 如何能夠往生呢 乃至十年的念 十念念佛 便得往生 說明依靠 彌陀願力 乃至十念的清明念佛 便得容易往生 之所以清明念佛容易往生 在於完全依靠 彌陀願力 這個本願清明的淨土宗根本義 到了數有彌陀化身的專稱 善道大師 更是臨來盡致地加以發揮解釋 這個如果閱讀善道大師傳集 便可以一目了然 所以下品下生這一段經文 如是至深 令聲不絕 聚足十念 稱南無阿彌陀佛 對淨土宗 以及我們念佛人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說是我們的生命 是我們往生的根據 往生的保證 在這裏列舉善道大師解釋 第十八願之文十二則如下 言弘願者如大經講 一切善惡凡夫得生者 莫不皆成阿彌陀佛大願業力 為真相願也 無量授經四十八願中 為名尊念 彌陀佛名號得生 法葬彼丘法四十八大願 一一願言 若我得佛十方眾生 稱我名號 願生我覺 下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 若我成佛 十方眾生 願生我覺 稱我名字 下至十聲 成我願力 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 若我成佛 十方眾生 稱我名號 下至十聲 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 彌陀世尊本法 心寵誓願 以光明明號 涉化十方 但使信心求念 上盡一應 下至十聲 一聲等 以佛願力 易得往生 佛說一切眾生 根性不同 有上中下 隨其根性 佛皆勸尊念 無量授佛名 其人命欲忠時 佛與聖眾 至內迎接 盡得往生 給佛光明無量 照實方角 無所障礙 為觀念佛眾生 涉取不捨 故名阿彌陀 但有專念阿彌陀佛眾生 給佛深光 常照示人 涉護不捨 總不論照涉如襲 業行者 弘世當門四十八 偏標念佛最為親 人能念佛佛還念 尊心想佛佛之人 彌陀身色如金山 尚好光明 照實方 唯有念佛夢 剛涉 當之本願最為強 極樂無遺 極樂無遺 涅槃皆 脆怨 雜善恐難生 故事如來 璇耀法 教練彌陀 尊佛尊 這十二條 善露大師本願的解釋 文字很顯淺 文字很顯淺 意義非常好 有文化記憶好的人 也希望能夠將它背重下來 到這裏 時間已經到了 希望大家各位信佛念佛 得生極樂 廣道眾生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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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